民众共町本社区 华董中心22号上午 市佑共町党合成来主持党投计室 代表的首相共町 这种行业的费用400万 可以说是没理顺 但是并市到会开电风 代表下来已经流表很多的建案 在土地市佑合资金来提供输用 整个要来行业人阵劳 当时负债电队的设备 将其一定要在 1803年6月底进展来完工 塞典驾卡布跳来跳去浪塞 为民众丁北川社区华董中心当头 插入气氛 为在民众陷担拉丁高阁的丁北川 村民有一千两百人造油 当地的佛祖共博士佛祖 是正头的信用中心 正以来一定在廟前的责任方公团 仍然两层流会社区华董中心 不过因为总经会党用補助400万 加上民众共町资金付50万的 整个费用 这对建设没有理想可见 所以坐在流标 但新港的台湖营造 是迫到费用心 标下建案 今天是没在理想 没在理想 就是没在理想 就会相信 就会相信 就是会有的 经过了解 丁北社区华董中心台北27倍 整个现金两层流 也因为需要无障碍的设施 所以有整个电推 未来提供社区基民使用 一定在100.03年 六月底来完工 到底就是我们这个 福祉公 无上来提供 现在不用多久的时间 我们发不得了 我们所有的传民 基民 我们在这边出家 会够一个 休援 活动 开会的好处 三次流标 这次呢 可以如期来 来发报出来 这以后说我们的佛祖 非常敏感 非常努力 可以到这边 将来这间 何北廖外郎董中心 如果去好 可以照顾 很多 我们的传民 在丁北社区外郎董中心 有丁北川是 冠基养 黄家团的故乡 所以社区外郎董中心 的经历过程 相当用心 在乡丁当好乡 要做面子 给黄家团 给真理来表现 辛苦 明永兄 蔡凰博德